它是百姓餐桌上的遗岛美食 甘甜可口 老少皆宜 所以这个山药就可以说是百搭 关注身边的宝藏食物 健康之路为您开启山药的养生奥秘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北京同仁堂儿童和业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药食同源的美味 在我们日常的餐桌上是经常可以见到 而且特别受大家欢迎 它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通过短片看一看 没错 它就是山药 我相信很多朋友之所以喜欢山药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口味 其实更多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用它来滋补我们的身体 但是它到底能够滋补什么样的脏腑呢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来自于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张雪亮主人医师 欢迎张老师 你好 张老师 欢迎您 你好 大家好 其实说到山药 我觉得真的是老少皆宜 很多人都喜欢吃它 而且在餐桌上呢 我们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可见大家对于它的一些养生的功效 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 对 在药食同源里面 山药是值得大奖特奖的 我想首先有两个方面 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第一个它是历史悠久 咱都知道黄金内经是一本很古老的书 但是假如你到博物馆去算 你看现在最古老的方书是什么呢 大家有机会到湖南省博物馆去看看 里边有很多值得值得看的文物 其中有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的 汉墓里头出土的很多的医药文物 就包括这个博书 博书就是画在 博上的 博 就是布上的 也有画在竹简上的 这个有一本书叫《五十二病方》 在《五十二病方》里头就记载了山药 用山药来治病 那是西汉时期称书的 当然了它当时不叫山药 叫蜀玉 蜀玉在张仲颖的《伤汉诈兵论》里面 有个蜀玉玩 也是这个名字 就是西汉东汉时期 叫蜀玉 所以它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第二个 您刚才说的药食同源呢 自补作用 一般来说很多都是 补皮 补肺 补气 补血 但是山药特厉害 山药怎么厉害呢 咱们看这个张锡纯 在民国时期河北阎山人 是咱们国家西医传到中国以后 比较有名气地 提倡中西医解核的一个大医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叫 《医学中中参西路》 就是我们搞中医的 我们要增强民族自信 叫中中 我们要以中医为核心 但是不能排斥西医 不仅不能排斥 叫中中参西 要解核 在这本书里头 山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叫色白 入肺 山药你看切开以后里边是白的 它入肺 它能补肺 味干归皮 它能补肺 叶浓益胜 它的汁液是很浓稠的 用的补肾 总而言之 这三句话 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它补上中下三胶 好厉害 咱们说的山药补肺 入肺 一般是指的补肺气 肺气虚 味干归皮 那是脾胃的气虚 脾胃的阴虚 都可以 叶浓益胜 包括肾气虚 肾阳虚 肾金虚 肾气虚 都可以用 所以这个山药 就可以说是百搭 就是说上中下三脚骨 都可以用 而且它的性是平的 咱们知道很多中药 药是通然的也好 有偏于热性的 有偏于良性的 是 你要用不巧的话 有的人会上火 会有些偏性 有的人会上火 有的人会拉肚子 但是因为山药性平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用 它就不存在这时候 阴虚阳虚 阴虚阳虚都可以用 真厉害 真不得了 上 中 下 三脚 都可以补益 其实肺就是上脚 脾是中脚 肾是下脚 但是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 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山药 是可以帮助我们补脾胃的 但其实说实话 在中医的选择当中 能够补脾胃的食材也好 药材也好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比如说常见的 红枣 莲子 还有姜 哪怕是杀人 符灵等等 其实都是能够健脾补脾的 对 但是山药它特别在哪里呢 山药呢 一个是我们说最常见的脾胃气躯 它除了全身的表现 倦怠乏力 面色微黄 在脾胃的脾胃方面 也就是脾胃 不想吃饭 另外一个吃下去以后不消化 肚子胀 大便往往也是不好的 或者是就是非常费劲 它不一定是便秘 不容易往外拉出来 中医叫做大便男 也叫大便男 还有的是大便 吸糖 可以大便吸糖 还可以沾马桶 这个呢 从有的时候叫脾胃生丝的表现 湿气的表现 其实相对来说 我觉得如果要是光脾气虚的话 出现了一些胃口方面的变化呀 或者是精神的一些俊带呀 稍微调整一下呢 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 湿气重的时候 恐怕单用一味山药的话 调整起来就没有那么快 效果也没有那么理想了 对呀 那能不能够跟其他的药材 搭配在一起 更好地帮我们来 补一补自己的这个脾气 我们现在讲最简单的搭配 叫药堆 对吧 最简单的就是一对一嘛 一配一嘛 鼠玉 配莲子 莲子 叫玉莲饮 玉就是属玉 就是山药 莲就是莲子 莲子肉 这是一个补方 因为莲子是补脾胃 还可以去湿热 是去湿气 所以加上山药在一起 就是渐脾胃 去湿热 它原方是这两个打成粉 各等份 就是一比一的比例 各15克 各20克都可以 然后用什么来冲着喝呢 用生姜水 然后用生姜切上那么三片就可以 煮生姜的水 你看看 把它调一 因为生姜 你刚才也说到了 生姜本身对脾胃也有好处 还可以开胃 还可以降腻 还可以去寒 姜的作用是温味去寒 再一个就是让脾胃的更加活泼 有这么一句话叫活泼脾胃之气 让它的韵化能力更强 其实我认识的很多 比如说家庭当中 经常会把山药 作为一个补益的食品 尤其是愿意给老人 和给小孩子来吃 比如说我小外甥女 她从小就会有一点点不爱吃饭 然后我的姑姑 就会经常用这个山药 做粥 做汤 来帮她补皮 好像现在真的是胃口好了很多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山药补皮的这个功效 真的是显而易见的 你刚才说到小孩 还有很多老年人 老年人年纪大以后 她运动量又不够 所以她的脾胃 逐渐地运化功能会差 胃蠕动会差 这个时候老年人 也经常适合吃点山药 您可能会说 我们平常在家吃山药 总是那老几样 比如说煮粥 炖汤 或者最多就是蒸一下 的确是这样吃的话 时间长了都会有点烦 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大厨 范九星 看看她能够怎么样 变着样 换着分的 来做山药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范大厨您好 好的 小季 我知道在您的手中 各种各样的美味 都能够翻出新的花样来 但是这个山药的食材 咱们以前也做了很多了 今天您能够做出 什么样的新花样呢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 做一个山药紫薯膏 首先呢 我们的紫薯和山药 都已经提前蒸好了 山药呢 我们选择的是这种 铁棍棍棍棍棍棍 现在我们用刀 把它碾压成山药泥 很简单 直接用刀往下压就可以了 同样是100克的蒸好的紫薯 也来压成泥 吃起来的时候呢 您会觉得紫薯 它的味道和山药 有一个完全的不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 把我们的山药和紫薯 做一个处理 我们准备的是 100克的糯米粉 分成两瓣 50克放在山药泥里边 50克放在紫薯泥里边 同样的呢 我们200毫升的牛奶 也是分成两瓣 100毫升放在山药泥里边 100毫升放在紫薯泥里边 好了 桂花 我们只放在山药泥里边 紫薯里边我们就不放了 这样吃起来 它才会有一个 不同的层次味道 糖根据你的喜好 我们会把山药里边呢 加一点糖 紫薯里边我们就不加了 因为紫薯里边有甜味 盐呢 我们每边加一点 这就是说 要想甜 加点盐 所以盐不要吃到咸味 我们是为了放大甜的味道 不寡淡 然后我们就用手来去抓揉 把我们的这个山药 和其他所有的食材 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这种 好像面糊一样的状态 然后我们同样 再把这个紫薯也是这样抓匀 也是抓成这种 类似于泥的状态 我们的紫薯泥也就准备好了 然后呢 我们提前准备了一个碟子 碟子里面呢 用那个纸擦一点油 薄薄地擦一层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山药泥 先倒在我们这个碟子里面 倒完之后 我们用手这样摇摇 蹲一蹲 让它成为一个很平的平面 然后我们准备的这个蒸锅呢 已经上气了 把我们这个山药泥 直接放进去 我们开大火 现在我们静倒十分钟 好了 蒸了十分钟时间了 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我们的山药呢 已经蒸到定型这种状态 然后把我们的紫薯再铺在上面 用勺子把它抹平 同样我们还稍微的 蹲一蹲它 继续把它放回到锅里面去 我们再蒸一个十分钟 现在把我们蒸好的这个 山药紫薯糕可以取出来了 切一下 简单地去做一个小装盘 就可以让您的朋友或者家人去分享 这一块山药紫薯糕了 还有呢 就是提醒大家呢 我们在市场上买山药的时候 山药大家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今天用的一种细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那种比较粗的 另一种呢 它是脆山药 比较适合在家里面去做炒菜 或者是做凉拌菜来用 而我们做这个山药糕呢 就更适合我们用那种细的山药 还可以去蒸食 还可以去煮粥 记住了吗 小姐 谢谢 谢谢范大厨 这个回家一定要试一试 我想象这个口感应该是很棒的 很香的 这个山药做成糕点 在范大厨这个大家一定 就是即使没去品尝 你能想象到一定是 对 其实做成糕点 它不宜有之 有个中药的药膳 名方叫什么呢 叫八身膏 八身膏 里面有八样东西 用山药配了莲子 芙苓 芡丝 玉米等等 做的糕点 而且呢 乾隆也吃起来叫什么 叫南八身 慈禧吃的叫米八身 可能是中间稍微有些差别 但是就是说它是一个补方 本来就是山药就可以做成糕点 对呀 因为皮是后天之本 要是通过吃山药 能把这个皮气虚的问题调整了 我们皮胃就健壮了 人就有精神了 有活力了 对呀 但您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山药还有一个好处 是它能够入肺精来补肺气 那所以当什么样的症状 特别明显的时候 这个时候咱也得多吃一些山药了 你看张先生说的 首先就说它色白入肺 当然色白入肺 这个咱们把色白两个字 可以不考虑 它不色白也有可能入肺 对吧 就首先它强调它入肺 那入肺的话 它主要是用于肺气虚 有很多人咳 盘 喘 这是呼吸系统常见的三个症状 再后来主频道也会传 再后来一下床就下不了 它就说这就叫建筋性的发展 建筋性的发展到肺气区 比较明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重视 给它补肺机 而且补肺机还不能让它上火 那山药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对 因为它姓平 刚刚您提到了 怎么吃都不会上火 对 我就发现其实对于这些 特别爱咳嗽 有喘憋的这些朋友们 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地难过 因为咳喘就会加剧 对 就哪怕是平日里不咳喘的这些人 好像到了换季的这个时段 也会发生一些咳嗽的问题 那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系 你想换季的时候 首先是什么变化 气候嘛 气候温度的变化 温度的变化通过我们人体 最大的器官 皮肤 影响到我们人体 但是在中医理论是认为 皮肤是为谁所主啊 叫肺主皮毛 所以说一个人 一旦受到温度的变化 通过皮肤就影响到 我们的肺功能 是 所以这个人就会有可能导致 咳嗽 扑痰 喘憋都会这样 还有可能是过敏 对 过敏也很多 过敏是现代学的理论 医学的理论 从中医一讲 很多过敏表现 都是和你的肺气功能的强弱 有关系的 还有的是流鼻涕 打喷涕 因为肺开窍与鼻 所以第一个表现 除了皮肤的以外 肺的以外 可造你鼻涕的表现 这个从中医一讲 也是肺气虚的表现 那我们除了多吃一些山药之外 如果要想增强肺气的能力的话 还可以和什么样的药材 食材在一起搭配呢 我们肺的问题 往往我们刚才说的是 纯粹的肺气虚 但有的时候人不是纯粹的肺气虚 它本身有肺气虚 但是还有可能有点受热 肺热 散热羊 有痰 痰有可能是很黏的 或者是偏黄色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纯粹的 有的时候不能纯粹的补肺气 还有搭配一点能够叫宣肺 礼器的 那有一个张西纯就经常用山药配什么呢 配牛蚌子 牛蚌子就是牛蚌的种子 又叫大粒子 你听这个名字 你看这个张西纯怎么说的 说山药入肺 凝硕平传 牛蚌子心凉清宣 力肺止咳 二药并用 最善止硕 最善于止咳噪 因为我们人体经常是因为本来就肺脊 这个时候又赶上一阵受风 特别是受了风热 我们又配牛蚌子最好 山药配牛蚌子 我觉得可以熬水喝就可以 山药我们可以用量大一些 15克 牛蚌子我们可以用10克 假如你的咳噪明显的好转 我们就把牛蚌子就可以去掉了 毕竟是个轻火的蟹的 不能长去吃 这个方法也很好 对啊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上胶 中胶的肺跟皮 都能够得到山药的补益 那您刚才说的 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山药还可以补肾 对啊 但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肾如果出现一些小问题 还要分为肾阳虚和肾阴虚 是肾阳虚 肾阴虚的人 都能够吃山药吗 都可以啊 因为山药是平性的 所以说不管是阳虚 还是阴虚都可以用 阳虚啊 首先一个是怕冷 死之发凉 怕冷 这是最常见的 当然还有 这叫定性加定位 定性怕冷 怕凉 死之凉 一般这叫定性 定位怎么知道是你的肾阳虚啊 那就要和肾有关系的部位 发生问题 肾开胶于耳 可以说也可以耳鸣啊 肾 这个腰为肾之腐 所以可以腰细酸软啊 大家看 包括肾阻二变 你可以小便 就是尿多尿贫 其实不仅仅可以尿贫 有的人还可以拉肚子 叫五肱蟹 天蒙蒙亮的时候 必须上厕所 这样的一般都是肾阳虚 那您说如果出现 这么多的一些肾阳虚的症状 是不是还是以中老年人多见一些 中老年人多一些 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多起来了 一个是睡得太晚 熬夜 玩手机 第二一个是穿得太少 特别到冬天 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 我跟着一个老先生老中医 他给病人看病 他就经常训那一小姑娘 那女的穿得少到大冬天 他说寒从脚上起 你大冬天你穿个裙子 你不得病谁得病 他经常用这句话 所以还是生活方式 包括你说的 吹空调 吃冷饮都可以的 您说得太对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不光是要穿秋裤毛裤 还要穿年裤呢 对呀 现在我觉得秋裤 可能都不太好卖了 很多年轻人连秋裤都不穿了 这个就导致年轻人也会出现 肾阳虚的诸多的症状 也该多吃点山药了 对 咱们用山药做食材来补益 百姓里头最常见的就是熬粥了 对吧 山药粥 宋朝都是一个大四人路由 大家看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秋夜渐长鸡作岁 夜越来越长了嘛 到秋冬天 鸡作岁饿了 饿了吃什么 一杯山药尽穷迷 一杯山药尽穷迷 把山药熬成粥来喝 穷迷本身是什么意思 是玉蟹 把玉打成碎碎的 玉蟹 这是个传说 说吃玉蟹可以让人长寿 这是中国的传说 但实际上从来以后 穷迷就成了山药粥的代称了 一说穷迷就可以理解为是山药粥 这个名字好 但是只是用山药粥 山药我刚才说了 它平性的 它可以补 但是它对于温羊来讲 效果还差一些 所以最好再搭配上别的温羊的东西 这样我们也推荐一个 历史上一个比较有名的 温羊的山药粥 叫山药羊肉粥 出自于元代的一本书 叫饮善正药 你顾名思义 饮善就是吃的喝的 对吧 就是善食 是元代的一个御医 太医 叫乎世慧 少数民族 他写的一本书 这里头就有山药羊肉粥 大家知道元代蒙古猪 在草原上风比较烈 容易受寒 所以经常要吃一些 羊肉 羊肉热性的东西 抵御风寒 所以他们就发明 创造了这么一道 善食 用山药加羊肉 来配在一起做粥 羊肉首先它就是温羊的 温羊的 那温羊一般来说 比表现的是脾肾羊虚 是最常见的 所以它可以补肾羊 对 那所以这个粥 可能对谁来说 更适合一些呢 对于肾羊虚的 怕冷的 尽管也有可能 你其他的表现不明显 只要是怕冷的羊虚 当然如果是 其他症状更明显 你比如尿贫的 别不住尿的 由于羊虚导致的别不住尿 那用它更好 这款粥 暖暖的一喝 胃也暖了 还能够补肾气 对啊 从里到外都能够被滋养起来 那山药用多少 羊肉用多少 大米用多少呢 有没有讲究 新鲜的山药和羊肉 一样500克 一样一斤 大米呢 大米又适量吧 肯定是喜欢稀的还是稠的 补肾壮阳 健脾一精 所以就可以试着 长时间的喝一喝 这个山药 羊肉粥 来补足了这个肾阳 腹血的问题 也能够得到缓解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山药呢 之所以说 它的功效比较全面 在补肾的这个方面 就体现为 不光是能够补肾阳 甚至还能够滋肾阴 它怎么还有这能力啊 平补嘛 它是要性平嘛 所以说既可以不阴 也可以不阳 我常听中医说 如果要是经常熬夜的话 就特别容易肾阴虚 但是现在这个 甭管是年轻人 还是上年纪的人 熬夜基本都已经成为 一个习惯了 晚上舍不得睡 刷上手机 看看剧 可能一熬就熬到个 十一二点钟了 对 所以在您的病人当中 有肾阴虚问题的 应该也不少吧 挺多的 肾阴虚的原因 刚才您说到了 其实还有很多原因 有的人是先天性的 还有的人吃热性的东西 吃多了也可以上 保健品老吃热性的 我曾经到医院去给人会诊 到外地 一个癌症患者 一天到晚吃那些补药 补得全身发烫 舌头伸出来以后 叫镜面似 一点点色态都没有 红红的一点色态都没有 身上还老燥热 就这样还在吃那些 补品 补品 而且是热性的补品 所以我去了以后 第一个就是要把他乱的吧 那些东西都撤掉 就是补反了 补反了 所以阴虚的人进补 有的人是因为补错了 导致的阴虚 是 还有一种是 操心操得多 操劳 操心多 中医叫暗号阴液 你在不知不觉之中 阴液就亏了 我曾经有个老太太 找我看病 我给她号卖 她女儿陪着她 说我为什么会阴虚 我爸刚才这几个理由一说 常见的为什么阴虚 特别是最后说 爱操心的时候 她女儿马上就跳起来了 她女儿说 大夫你说得对 我妈特别爱操心 你知道她最近在操什么心吗 我说操什么心 她最近在发愁 公交车司机 怎么上厕所 其实是一个热心场 对 就是这样也可以导致阴虚 盛阳虚的表现 我们刚才说过了 腰膝酸软 怕冷 四肢梁 耳鸣 大小便 或者尿皮 或者拉肚子 肾阴虚呢 也可以药气酸软 可以投云耳鸣 可以手脚心 烫 这个口干 五心烦热 这叫五心烦热 手脚心热 心里也烦 就是这个手心 脚心和心口窝的地方 感觉到热 这是肾阴虚的表现 肾阴虚和肾阳虚是相反的 但是都可以用到肾药 那张西纯用肾药来补肾阴 就搭配肾鱼肉 肾鱼肉 这个肾鱼肉是补肾阴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 大家都知道六味地方玩 六味地方玩里头有肾鱼肉 肾鱼肉就是养肾阴 补肾阴 它就是不阴的 不精血的 有点甜还有点酸 张西纯曾经用这两个搭配 治疗过一个重症患者 人的一命 就是肾阴虚到很严重的地步 我推荐的话 山药量大一点 我们用到四五克 山鱼肉我们用到六克 你在做汤做粥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 也可以单独就这两样熬水喝 也可以的 挺好的 那刚刚我们也说 平常我们在吃这个山药的时候 经常也就是煮粥 熬汤 但说实话 很少把它跟肉类混合在一起 搭配着一块来吃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大厨 关伟强 我们就把这个难题先抛给他 山药和肉怎么搭配在一起 能够更好吃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广东这边就是做山药 都很喜欢就是配一些肉进去 做一些食品的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山药饼 就是选用的这个腊肉 陈皮腊肠 我们首先要选用的山药就是 河南的河南省的铁棍山药 好 看您的了 关大厨 跟您来学一学 好 去皮的时候就按着它 从头到尾的 顺着它来去 去好皮的山药 是一斤盘 我们稍微切成那个中丝 也不需要说切的太细 太细的话没有那么好的口感 我们就把这个腊肉跟腊肠切成小丁 这个腊肉一定要带一点点的肥 吃起来就会更加的干香 腊肠也切成细细的丁 今天呢 我就选用了那个陈皮腊肠 放那个油呢 不要放的太多 放一点点就够了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个虾米呢 给它爆香 这个腊肠腊肉就最后才放进去 我们在爆炒的过程里面呢 那个油微微的跑出来 千万不能够把它爆的油太多出来 一多油出来的话呢 腊肠腊肉就偏硬了 好 我们就把爆炒好的腊肠腊肉装起来 这里呢 腊肠腊肉大概是200克左右 这里呢 就一斤半的山药 好 我们先把砂糖加进去 然后放上盐 鸡粉 增加它的鲜味 然后呢 我们加上这个五香粉 好 我们加好之后呢 就要把它拌匀了 最好呢 用手来搓一下它 因为呢 这个山药里面很多粘性的粘液 它一把那个盐呢 一倒进去呢 它就把它粘住 那个味道就不均匀 把它拌匀之后呢 就把这个腊味跟海米全部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也是拌匀 我们最后呢 就加上那个生粉 加了生粉之后呢 它的粘合度呢 就大了很多 拌匀好之后呢 就找一个方盘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呢 扫一层油 扫油的目的呢 就是让它不要粘 让它蒸起来呢 就很容易的脱离它 扫完油之后呢 我们把拌好的山药 网州叫淮山 就把它倒在这个盘里面 倒在这个盘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压紧 特别四个角 好 然后呢 就是把它蒸25分钟 蒸了25分钟之后呢 一定要放凉它 这样再切呢 就比较紧凑 这个呢 就好像饼一样呢 一块一块的 用来就这样蒸热 马上吃粥可以 但是呢 我更喜欢呢 就把它煎一下 里面放一点油 然后就把它排在那个锅里面 把它煎的两面都金黄色 煎的它香酥香酥的话呢 吃起来里面圆糯的 外面呢 香脆的 现在煎成这样金黄色 基本上都可以了 我们就把它起锅 这个辣味山药饼呢 就做好了 男女老药都非常适合吃 而且呢 简单 容易做 今天学会了吗 谢谢关大厨 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完美搭配 里面有肉 口感一定很好 营养更加全面 对咱们北方人来讲 用的比较少 我们可以试试看 其实一说到山药 我们都知道呢 河南的铁棍山药是最有名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连线河南温县四大怀腰代表性传承人 马洪峰老师来探讨一下 马先生您好 您现在是处在什么位置啊 我们是在咱们温县岳村乡到国座村 您身后这个绿油油的一片就是山药吗 是的 是的 是我们铁棍山药 然后真正的宝贝其实是藏在地下的 我们知道这个河南省的铁棍山药真的是太出名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山药这么好呢 整体来讲吧 我们这个地方的位置啊 在咱们交着是最南边的一个县 南边呢 就紧紧靠着黄河 黄河到面温县这个位置拐着个歪 拐着个歪整个帮我们温县有半个县的土地啊 都拔在这里边了 另外呢 北边靠的是清河 中间有马河几河 总共有13条河流 这13条河流呢 整个把温县造成一个比较湿锐 整个温度也比周边的县城低两度左右 就是我们这个山药生长期要比周边呢要多长半个月左右 要长9个月左右才能成熟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的 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的地方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山药是藏在地下的 您能现场给我们起一根吗 让大家看一看起的过程 起一根起 可以可以可以 完了拿一个 拿一个 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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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起出来 起出来 你看啊 但是您知道现在我们在这个市面上买山药的时候 很多这个商家吧 都说自己的山药是铁棍山药 但是似乎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 所以您能不能教给大家辨别真正的铁棍山药 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山药就是正宗的温线 鲁土地 有些粘土地生产的铁棍山药 你看啊 上面还有胶泥了 看看 这个泥巴都看到了吧 这个泥巴就这么一点点 非常硬 你捏不动的 我拿大块的啊 你看这个捏 捏 你看一捏 都捏到一块了 它这个土质比较硬 黏度比较大 就这个土质产的铁棍山药呢 它这个比较实实 细 逆 硬 弹性很强 这个山药是我们也能够拿出来的啊 是去年的山药 它这个毛须比较密集 毛也比较突出 红白比较多 所以这种山药呢 是真正的温线铁棍山药 就这种山药呢 它这个营养很丰富 药性很强 我给大家选开一个可以看一下啊 看到了吗 嗯 这个铁棍山药掰开以后 它很细腻 很硬 力度很大 粘液质量比较多 粘液质量比较多 药性比较高 药性比较强 好的 谢谢马先生的介绍 谢谢 张老师是不是在应用这个药材的时候 河南的铁棍山药 也就淮山药是道地的药材 对 这个以前叫淮庆府嘛 那一代以前叫淮庆府 所以叫淮山药 有四大淮药 淮山药 淮地黄 淮牛西和淮菊花 是那个地方比较地道 又叫道地药材 有的人对产地挑剔 有的大夫会这么写 怀山药多少克 怀牛西多少克 有的写川牛西多少克 但是低道药材是历史上形成的 对吧 它一定有它的道理 它包括它的含量 它的作用有可能更好一些 其实刚刚咱们讲的这个山药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就是我们最熟知的那个长长的山药 但是还有一个我得请教您 我小的时候 吃一种像糖糊东西 那个叫什么呢 它叫山药豆 对 卖糖葫芦的 除了糖葫芦以外 旁边还有一小串 一串串都是小的 我们老家也叫山药豆 山药长在地下边 上面有架秧子 秧子在长的秧子里边 山药豆 是接在地上的那个部分 山药豆在地上 山药在地下 在宗教里它也用作药物 但我没开过这个 它叫淋鱼籽 叫淋鱼籽 说它的这个补益之力 不亚于山药 可以这么说 山药豆 我们老家一般都是喜欢蒸着吃 煮着吃也可以 味道不亚于山药 今天我们其实提到了山药 它真的是 对我们整个身体的重要的脏腑的 补益的功能都非常的强 对 我们最后帮助大家来总结一下 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 山药首先是个瓶补的 性瓶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它会上火 而且从上胶 中胶 下胶 它都能够起到补益的作用 就像张希臣说的 色白 入肺 味肝 龟脾 叶农 益肾 总之一句话叫肺 脾肾 上 中 下 三胶 同补 都可以补 这样的话肺气虚的朋友 假如说慢性 咳 痰 喘 爱感冒 爱出虚汗 爱过敏 因为怕冷风 怕凉风的朋友 可以吃山药 脾肺 食欲不佳 吃完以后不爱消化 大便不爽 或者大便粘硬 或者大便螃蟹 也可以吃山药 第三一个 肾虚的人 肾虚的 无论是肾阴虚 还是肾阳虚 都可以长期坚持吃山药 非常感谢张老师 今天给我们这么全面地 深挖了一下山药的功效 谢谢您 好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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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